大家好,我是麦子轩的讲师,我叫马其林 那么今天给大家讲一下第10讲 也就是矩阵键盘的讲测开发 然后我们开发版上面没有那个矩阵键盘 我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原理以及代码怎么写 那么讲的这个原理的话 我们矩阵键盘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样就是有我们做4乘4的吧 4乘4的总共是46个按键的 每个交叉点都有一个按键 也就是这里有一个按键 就是一按下来以后 这两根线就接在一起 一按下来这两根线就接在一起就是这个意思 这里的交叉箱都是按键 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 先把代码调出来 在这个上面讲 可能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一点 先画一下局长按键 嗯 这刚才就是大家给大家讲过了 每一个交叉的地方代表有一个按键 那我们把按键定义的话 就从比如这里定义 一按键 二按键 三按键 四按键 这样 五按键 六 七 八号 这样按顺序来 然后我们这里就把 第总共有八个角 是不是我们就 我以P0为准 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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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是不是这边就会变成011了 是吧 是不是这样的 我就是说初始状态 我给的是什么 这里就是1嘛 这里代表这边的 因为从又从高开始到低开始 那么这里就是初始 初始的话 先给一个F0 是不是F1 是不是 因为这里是0 刚好是1的一个16进程 然后当有按键按下 如果它是F 如果有按键按下 是不是我 这里就是刚好是1了吗 是不是 这里也是不会 这里也是输进来的 不会变 说也是111 如果我输这个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 我再检测一个P0口 如果也是为11的话 那我就代表是第一个按键按下 同理 L也是一样的 如果是第二个按下 是不是这里就是1 011 刚好是这样的 是不是 刚好是低了 那么就变成第一了 就是从高位开始算 第一嘛 是不是 刚好是第二个 那么我们写代码就要怎么写 那么首先 我们就会定义一个tempo 来存储一下当前端口的8位的一个字节 8位的一个数据 这个按键的 就是当下按键按下的按键号 那么我们首先给P0一个F1值 就是这里F1 就是这里F1 就是刚好是这里都为1这里为0 所以检测第一行 是不是 如果第一行有相应的按下 是不是相应的位就会为0 那么我们再取出高位 再因为我给他以后我就先把P0口先保存在tempo里面嘛 走tempo就表保存的这个加上这个 然后我们再把tempo的话再取出高位 是不是取出这个地方 是吧 因为我们左右按下以后 我们就会取出这个地方嘛 其实这个如果有有按下以后 是不是他就会变成这个就有一个0在里面了 有个0在里面 如果他不等于F0的话 不等于F0的话 就是F0就是1110000嘛 如果不等不等他是不是他高位有有有0按下嘛 有0按下就代表有这四个按键有一个按下了嘛 是不是 如果他不等他就代表有按下按下 然后我再读一下他的端口值 是不是 如果呢端口值等11是不是刚好是这个11 因为第一第四位是不会变的 因为呢是给他输进去不会变 所以变高的 你扫描一个行他 他每个每个对应的行他的第四位都不会变 所以高四位会变 高四位是不是第一位按下是不是刚好为10 从高位算10是不是刚好是对应的1啊 当前读到的状态刚好是这个加上这个是不是11 那么就是代表第一个按键按下 第二个按键按下是不是这个刚好1011 刚好从高位算计起来起来的话 这里是第一 第一的话就是第二个 第三个按下就是1101 是不是这个然后这里就是是不是b1了 那b1的话就对第三个按下 我们第四个按下 然后这是对比对应的71 就是1110刚好是011刚好是71 是不是这是第一行扫描的时候判断的四个 判断的第一个按键第二个按键第三个按键第四个按键 刚好判断了 然后我们判断完以后又又进行第二秒第二行扫描第二行扫描 然后是不是我这里就变成了1011 哪一行扫描就先给哪一行哪一个0字 那么第二行哪个0字是不是扫描第二行 扫描第二行的时候 然后也是第一行如果第一个有按键按下 也是这个0 然后这个第二 0 然后这个0 它变得对 就相应的每一行扫描 好像每一个列按下等一个列 就是代表就刚好可以判断是哪一个按键按下 那么我就每次就读取当前按下 是不是不等于F0 如果不等于F0 就代表不等于这个就代表按键按下 如果等于这个1111的 刚好就是什么按键都没有按上 是不是 因为你刚开始只是给他1 那么就可以判断第二行的话 都会有一个 就会有一个什么 你先给他的话 就是给一个 给一个什么 FD 为什么是FD呢 因为我是高位的话 每次给扫描 每次高位都先给111 然后这里是 这里当对应的是11011 1101 刚好是对应的什么 刚好是对应的 那个D 是不是 那我就是FD 首先给P0 然后检测第二行吗 检测第一行 然后第二行如果 然后检测 如果有按下 这里他不等他就代表他不等1的时候就刚好有按下就会有一个0嘛 就根本不等他嘛 然后就进行相优的开始 然后就扫描 如果是0 如果是这个样子就是第一个 这个第五个 我这个就是定的第六个 如果这个就是定第七个 这个就是定的第八个 那好 然后每次 扫描第二行 然后再扫完第二行 以后再扫描第二行 然后扫描第三行 以后再扫描第四行 依次会推 这么扫描完 就就可以了 然后按键的程序 然后也就是这么写的 然后就是按照这个东西去 扫描一下行键盘 就是矩阵键盘 先给 先扫描好 每一行 然后再扫描列 然后再扫描第二行 扫描第二行 扫描第二行 然后再扫描第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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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四行 再扫描第二行 然后再扫描第二行 然后就可以 就可以得到我们这个 嗯 那个叫什么 矩阵键盘的检测 这个我们 默认为每次按下 只有那个 单按啊 然后我们也可以用 矩阵键盘做长短按 就是说在 K点E的时候 就是说在这个按下的时候 在每次去检测它 有按下的时候 我再来一个时间 加加加加加加 然后在时间多少 零用判定为短按 时间超过多少 万位超按 反正和之前独立按键 是差不多的一个检测方法 那么当然大部分我们用矩阵检测 都是用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可以看不同的芯片 去检测不同的应用 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想一个方法 怎么去检测矩阵按键 比较好一点 然后这个也不一定 我用的这个也不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就是说这个应用是最广泛的 就是目前哈 感觉就是说用的最多的 就是这种格式 大家可以去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 去想象一下怎么去检测 好一点 是不是 那么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